投資長台股真的是如您預測的 今天的摩台壓低結算 明天又是MSCI的生效 那這樣子瘋狂五月就這樣結束了嗎 會這樣子嗎 等一下告訴你喔 不過還有更扯更厲害的就是我們通通命中了 00919的新增成分股 尤其我們的標股永信堅跟世界 今天繼續上漲 那真的很想問一下投資長摩台今天壓低結算 明天又是MSCI生效日 瘋狂五月就這樣結束了 我要告訴大家這是好問題 我先告訴大家不必緊張 這兩天的下跌都是為了壓低 摩台結算 空單賺到他該賺的錢以後就會撤退 明天就有機會反彈了 六月天反而仍然是非常 自熱的一個夏天喔 而今天我要告訴你0099新增成分股裡面 包含世界先進 永信建設 這些標股怎麼看年長兩天 台灣股市看起來是跌了500點 這些股票看起來是漲了500點 怎麼會這樣子還有好多 哇明天是MSCI新增成分股 28檔的小型新增成分股 怎麼看0099有12檔的新增成分股 又怎麼看這些獨家的教學獨家的標股 還有一些老AI偽創這些相關的股票 怎麼看 唐宗宗在今天農曉華爾街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5月30號台股下跌298點 收在21364點 揮搭股價是再登歷史新高 不過隨著10年期美債殖利率的飆升 讓美股遇震乏力 四大指數靜默 拖累台股今天開盤就先下跌 接近200點 跌破了10日線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聯電等全只股回檔 壓抑大盤的走勢 今天指數是台低走低 豪運股在今天是相對有稱 後續盤勢解析我們只要給經濟日報 選冠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央獎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投資長好 投資長你真的太厲害了啦 賣幣幣幣幣 今天大跌 不過有些股票真的蠻強的 你在厲害什麼 919的成分股嗎 對 全部百分之百都中 中了 我昨天講武膽 也只有我發現這個秘密而已 好等一下沒關係我們來看床播 沒關係來 是的 那我要先講一下那個 還有厲害的就是預測大盤的 那個走勢了 因為呢 昨天台股是不是回檔 您就先說呢 是因為 今天的摩台結算的關係 所以今天指數會順勢壓低 果然呢 今天也是順勢壓低 一切都是預告在前 再來最厲害 跟我最開始的就是呢 命中命中命中 00919的 新增成分股了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投資長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標股 永信件 還有世界 在五盤 12點過後 是指數 急拉向上 還有呢 告訴我們呢 有些股票也會有類似的走勢 像是金城銀 還有創建 跟國票金 都有共通點喔 都很有機會列入00919的 新增成分股 果然 確定 列入名單 都有 他們啦 通通命中了 那今天呢 大盤回檔 我們的標股啊 永信件跟世界 都還是在上漲了 今天上漲超過5% 頭漲真的是有一些老師呢 天天講講庭板 好像都講得很簡單 但是都沒有像頭漲 您一樣 就是把整個邏輯 還有整個預測都掌握得明明白白 全市長最會吃ETF豆腐的人就是您了 謝謝你喔 其實這是講到重點 你也不一定要今天參加澤澤的行列 可是你去看一下 我跟別人差別 你可以高下立分 哇 那為什麼你去看 你去看盤中有連線的時候 你看電視台 你不能東升或非凡 我們要特別指誰 因為我想 為什麼沒有一個老師 他可以跟你講盤中拉起來 欸12點都拉了 直接聯想到 欸因為00919 要新增成分股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00919 第二個你要了解他什麼時候要生效 什麼時候要調整 第四個重點是你要了解他的邏輯 第五個你要看穿 欸同一個時間你要同樣聯想力 全台灣一位都沒有 一位都沒有這個能力 旁後也沒有能力跟你講這個東西 然後你卻看到很多人訴說的跟你講掌聽板 或者說對戰當好像很優秀 可是他不願意參加我這樣選擇比賽 去突破我的紀錄 喔這好心疼 好 好心疼 這是我不想帶的原因 是是是容易撞到 激動了 我講話都很直接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我 務實的一面 跟大家講 差別在哪裡 真的真的很誇張 那我跟你講你今天看跌三百點子才笑得出來 這不用擔心 因為我昨天說過了 我說過我發明一個台詞 這個 模台結算它是順勢的交易 是 順勢的交易 它昨天就是要做空 代表今天就要順勢壓低了 所以好消息是什麼 好消息是結算過後 我明天怎麼樣 還會再繼續做旗子的桌蛋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要壓低了 所以你不要看今天 今天頭版新聞跟你講說 外資大逃殺 那今天是明天要再次大逃殺 很危險 五月天危險嗎 我直接告訴你結論 沒有 純粹都是怎麼樣 結算的陰謀 結算的陰謀 這些陽謀 只有我看透這一切 昨天空單一下子增加了 好像兩三千口以上 可是這次增加是真的增加 像上次載金指數而造成了兩萬口空單 那是假的增加 有增加沒錯 可是那空單沒有意圖攻擊能力 就是犯著避險怕萬一 它不是主動攻擊式的你知道嗎 不是要故意給你做價差的 你聽得懂嗎 有空單說犯著我避險 比如說我買美債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什麼 我怕萬一降息了我賺到錢了 第二個 萬一崩盤了你也可以賺到錢 這代表我看空嗎 沒有 我只是說怕萬一 但都可以保險而已 所以載金指數的空單 只是保險的 可是我分得出來 那個是實在的 主動積極式的 要做空 把它扒下來 把股市扒下來的棋子空單 還是只是一個保險的空單 只有我看得出來 好不好 只有我看得出來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結算過後了 我說過我一句名言 不必因為結算拉高而怎麼樣 開心 也不必因為結算壓低而什麼 難過 所以今天不必難過 我就是有這個能力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你看以後起雞皮疙瘩 好 來 0099 陳奮谷換學嘛對不對 換學 昨天晚上10點嘛對不對 中午就講了對不對 12膽新兵嘛對不對 我那時候講武膽嘛對不對 是 世界對不對 沒錯吧 有 勇信劍 有 對不對 然後勒 京城銀 創建 有國票金代言是喔 世界先進 有性建設 創建 京城銀跟國票金 這武膽嗎 對 全部都中了嘛對不對 中了 全部都中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我們重播 你不要起雞皮疙瘩 來來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來來看一下 看了 我覺得你會起雞皮疙瘩啦 好不好 來喔 我一直到的時候12點幾了喔 我不是用感覺 你懂嗎 我不是用感覺而已 但是我部分我的 直覺很強 可是我直覺是有邏輯性的喔 神啊12點都擠拉國票金喔 你聽清楚喔 來這武膽喔 321 所以這幾檔都是 來我先給你重播 我很臭屁 我會重播 到時候會重播播 那個5347世界先進 還有那個 5508永信建設 還有2451創建 還有那個 金城銀 2809金城銀 還有 那個國票金 這武膽裡面 至少會有4檔以上 甚至5檔 全部列入00919的 新增成分股 到時候要重播 我有自信喔 都12點 所以我不要用感覺 我 什麼可能剛好都是 都是12點然後懂 第二個剛好這個時間我也預測過 它是新增成分股 是不是 有沒有感覺要看連續劇喔 有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有沒有學到東西 你要就這樣的分析師 我都沒有 我們不必自欺欺的 你怎麼會覺得說 你看到分析師 然後他每天給你展平板 他沒辦法像我這樣解大盤 他沒辦法像我這樣子 去給你預測這個邏輯性的 我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現在了解我 為什麼我這麼多粉絲 因為他們很多人 是十幾年前 甚至幾年前疫情的時候 8523點的時候 我叫他們去解定準 很多人罵我 可是很多人變我忠實 一輩子的粉絲 那時候我也有什麼 也有醫生罵我說 怎麼可能一年內有疫苗 我說就是有一年內有疫苗 他說他跟我姓 後來也沒有 可是投資朋友去想看我花多少時間 因為我直覺實在太強 我會看很多文獻 看很多資料 同樣我只問你一件事 為什麼那時候直覺那麼強 因為昨天12點這無檔股票 在看你之後是不是那無檔股票 全中嘛對不對 全中 來剛才講有姓劍啦 對不對 然後勒 世界 來來來 世界 金誠穎 金誠穎嘛 創建 創建 國票金 全部中 昨天新聞什麼時候 9點 所有的新聞都是下午 晚上 我盤中就告訴你了 每天你看到很多老師 我沒有攻擊誰喔 我只能說我們摩爾的分析師 我有經過考驗的 而且我們摩爾分析師 不跟左立配合 是 頭顧界有些老師會跟主力配合的 其實我一看就知道 也不必來摩爾 謝謝 謝謝 好不好 謝謝 賺該賺的錢 你覺得你不舒服我也沒關係 好不好 我個性就是這樣子 真的不需要 我賺我該賺的錢 至少我睡得好 我睡得開心 我也不想要去 故意的點名是誰 我都知道 可是我也不想要 與人為敵 可是我賺我該賺的錢 我是一樣我只告訴你 有誰可以讓我這樣真正的開大門走大陸 那好啊 那這個邏輯出來了以後 我是不是說 世界千金今天有機會長 有 是不是 是 之前世界千金跌得要死的時候大家罵我 我說職業這麼高你怕什麼 對 第二個勇姓建設 今天是又拉 是 我是說 勇姓建設 職業千金都有機會做單衝 你看今天波動大不大 大啊 大啊 你看今天一開門拉高是不是 的影響力 我粉絲很多 可是你不知道 殊不知我今天是掛尾盤的成交 202元附近 我早就VMC的 我是在買一次啊 為什麼 因為明天有MCI的分校 今天摩托台結算 反正就要壓低了 你要開心 明天有MCI 勇姓建設也是MCI的一個成分股 一個小型的成分股 然後呢 又有 是00919的成分股 是的 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剛才講到五檔股票對不對 沒錯嘛都撞嘛對不對 對 新聞出來嘛對不對 是 這新聞比我晚嘛對不對 比你晚 我是全團第一個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粉絲 你應該起雞皮給大家 我在講的是 你怎麼會相信 看到有些人 有些人 我每天賺錢 我每天掌停板 然後卻沒有我這樣告訴你邏輯能力 或者一般很簡單的技術分析 你也相信 你不覺得我看我節目 像看連續劇 像看電影情節嗎 沒錯 我會告訴你邏輯 而且我昨天要暗示你 我暗示你什麼 我說 這都12點拉嘛對不對 對 來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昨天我給你預告 是不是都12點拉 是啊 我以前都12點拉 沒有錯吧都12點拉對不對 沒錯 有些人都12點了對不對 世界先進12點對不對 對 創建12點嗎 對 然後昨天就12點拉 對不對 對 國票金 我昨天怎麼說 我說這些經濟技能一定看我節目 今天不會12點拉了 沒有錯 今天12點有沒有拉 沒拉 第一個我昨天就知道12點了 第二個我知道他看我的節目 他不會12點拉 群一條人應該嚇到了 怎麼會這麼恐怖這麼變態的人 都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我也認識一些人拉 可是我不需要他們告訴我 提早告訴我們 他們也不允許 可是我就知道底牌是什麼 你要是一個真正發自內心熱愛股市 每一天 每一個時刻 每一分都在觀察股市 比你還熱愛股票的人 你才應該把錢交給我 或交給那位分析師 我現在說的沒錯吧 沒錯 然後又比你有能力的 你才認同 所以為什麼 我 最多的 會員粉絲就是工程師 因為工程師最討厭邏輯不好的人 他跟邏輯不好的人 他溝通他會生氣 你知道嗎 在一起是醫生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一看就知道怎麼料了 來喔 你現在看事很簡單喔 那為什麼昨天中午 為什麼你看任何的一個解盤的影片 下午任何解盤的影片 沒有人跟你講這些東西 沒有人 他跟你說我又張張暫停 那暫停 我也可以很簡單 今天20幾檔暫停 我也可以跟你講很簡單 隨便你 那個 海月 2348海月 哇拉起來 我簡單跟你講 是一個MSCI 然後MSCI 28檔 然後我今天只要暫停就講有了 你不覺得很簡單 我秀個很精美的對戰單 紙一戰爭對戰單 經不起考驗 那對戰單可能 光是我支援 我賺 我寫60% 他可能寫600% 因為他可以寫加碼 十次 那照這樣說 我支援那時候就賺了1000% 是 我很多股票賺超過1000% 我沒騙你 對 可是能像我這樣攤開 面前給大家看的 只有我 只有我 好不好 只有我 節目真的很精彩啦 這很精彩 你不覺得嗎 今天這些股票12點有拉嗎 沒有拉 今天都沒有 都沒有拉 12點沒有拉 你看12點沒拉 那為什麼昨天12點我拉 今天12點不拉 是不是 被說中啦 被說中的 不用 你檢討一下嘛 12點 那郭總知道 怎麼被發現了呢 是不是 對啊 你看今天12點嘛 對不對 沒有拉 還晚下勒 還有誰 那個 5508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晚下勒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就12點啊 是不是 只要花一條線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金 那個 那個金辰銀 是不是 12點沒拉 沒拉 昨天為什麼12點 所以我看播一點就好 所以我一直跟你們講 我這不當分譯是少賺很多錢 你們逐漸要了解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當我這種事情說破不值錢 真的 真的嗎 所以你懂我意思 為什麼我說我少賺很多錢 如果今天你們講看 如果今天群毅沒看完 群毅如果沒看完節目或者我沒講出來 是不是今天有可能12點就拉了 有可能喔 一定有可能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做個單充 可以 我可以從五六檔股票 你看喔 昨天做這個單充你可以賺多少錢自己看 所以我真的不當分譯是賺很多錢 少賺很多錢 你看我一檔 國票金 金辰銀這樣拉 創建這樣拉 拉到快一根斬停板了 世界先進拉到快斬停板了 是不是拉10% 有一件事拉8% 你要的這件事 其實你看所有投顧老師節目 你不就是為了想要 那個投顧老師幫你賺錢嗎 可是你們不要 想法這麼簡單 覺得這個老師 感覺很厲害 很多斬停板所以你參加他的 不是你要去想想看 他為什麼抓到斬停板 如果只是一般的技術分析 但我們公司 技術分析派的人 有些老師就能大師等級 像今天老師就不錯 是 可是 除了摸以外 如果你看到一般的技術分析 那些都是有書局有的 你真的覺得這麼容易抓到斬停板嗎 還是先射箭化吧 因為這個斬停板 所以他突破這些所有的均線 所以我就跟你講這些斬停板 有突破均線 這邏輯不一樣喔 為什麼邏輯不一樣 因為 昨天這些強勢股 不論世界先進畫面給我 或勇姓建設也好 或金城銀也好 或國票金也好 或創金也好 全台灣只有我試破 投信在想什麼 懂嗎 那今天有人說 不要吃豆腐 之前940豆腐 你吃不到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他不讓我吃到 不是我吃虧 他自己比較吃虧 我那時候跟他講 我都有跟他建議 我節目上有建議 私底下我遇到 這些高層我也跟他們講 你去看一件事 我就講事實 我們要批評 因為現在 我一直講事實 你看今天940有沒有 下去了 下去了 他剛好到那個 發行日4月1號嘛 大家都是宇仁姐 4月1號發行日的價格 下去了 都沒有點到他 都沒有點到 有啦有剛好碰到 發行日那個 的開盤價 同樣是4月1號怎麼樣 919 這今天 你看今天更沒跌啊 你還紅K 919 所以那時候我不是開玩笑 我也認真講 940不用怕被人家吃豆腐 你看啊像919 有比我吃豆腐他有 績效比較差嗎 沒有 績效反而好 恩 懂不懂 懂啊 940怕被吃豆腐 反而 ㄟ 像事實是這個啊 我們要攻擊誰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很多 投影經紀的人 都在看我節目 不用怕被吃不吃豆腐 因為你的股票對就好 聽懂嗎 你的股票對就好 不要過度頻繁交易 因為我知道很多經紀的人在看我節目 沒有看我節目 只會昨天12點跟你講 我昨天跟你講12點都拉 今天12點都不拉 就是被我誓破了 對啊 所以天天都有人漲天漲 為什麼只有我吃貨 為什麼只有我182% 全無股能擴護太責 你看我節目 你會看不習慣別人節目啦 除非你會覺得 哇這種技術分析很厲害 你聽懂嗎 好玩一個很簡單的技術分析很厲害 你們還是要一個東西來 就連江恩老師一樣 我認為他是技術派大師 江國中老師 技術派大師 可是 他也會搭配很多基本面 如果你們純技術派 我就可以賺到錢了 你股市不宰你宰誰啊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好不好 今天外資賣435怎麼看 外資今天賣435 根本就不會看 看什麼 代表外資從頭到尾就是要壓低摩台結算 這些外資就很惡劣 就這樣子 壓低結算以後再做多 好不好 好 OK嗎 這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除了這以外 MSCIC比較強的對不對 還有 明軒的 我的股票最強 明軒的小股票 就不講 不好意思7000多張 塞不太了我那個牙縫 好不好 勇興建設已經算是我已經算是勉強的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都 我不會去買那種1000張的 2000張的因為他侮辱我了 而且畫面給我而且這個也會讓你有 任何 覺得我有嫌疑跟主力配合出貨的地方 所以我不去買那些股票而且 也塞不了牙縫 因為那一覽千張的股票 成交量一覽千張以下的 我郭忠 隨便叫幾位會員就會拉展平板 是的 可是麻煩的是出掉怎麼辦 要靠你嗎 要儲我給你嗎 我不屑這種事 所以我一直說 我跟你說其實有些老頭顧真的比較過分 他嘴巴還說我不會像別人一樣 所以你也不要相信我講的話 你只要看第一個我的股票有沒有量 怎麼樣 比較大 好不好 我選的是不是都盡量選基有股 我選的東西是有邏輯性的 這很重要 尤其量大 四十大的股票 主力不會去跟這老師配合的 我股票是不是都有量 有量 我九一九是我先進來的 我等 我等人家來抬轎 我等人家來抬轎 可是等人家抬轎 九四零基有比較差嗎 九一九基有比較差嗎 沒有 沒有啊 大家相得益彰 選基有股 這不就是你要的老師 這也就真正開大門走大路 對不對 我說的沒錯吧 你一直要去想看這個邏輯 邏輯對了 你可以東山再起 邏輯不對了 你只能晚上 深夜哭泣 買東山鴨頭 就這樣子而已 東山鴨頭很好吃 可是宵夜吃多的還是會胖 好不好 我們到這年紀要減肥 好不好 這算是笑話 不過你記得啦 好不好 真的很精彩啦 偶然精彩 有人說 頭長那下禮拜一 事業生怎麼看 下禮拜一 下下禮拜 下禮拜 那個 永信建設怎麼看 永信建設下禮拜就不是 MSCI新增股 就新增完畢的 不過這次九一九會分白 八天啦 就分八天慢慢來 只是說有時候問往今天說明天有沒有盤感 明天有沒有靈感 有時候很難說 你聽懂我還說什麼 有時候因為像今天 就沒有十二點了 那明天怎麼去預測就很難了 你聽懂嗎 來 金融進九一九 謝謝 美麗麗麗麗的怕被吃東西 我沒有批評九十零真的 你懂嗎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買大型股 好不好 好 元大一貼 不要這樣子 因為元大很多人看我 我不是要攻擊元大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 或壞啦 我覺得他們也難為啦 好不好 這個不要變成要攻擊誰 你們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你們賣海瓦 賣海瓦 我只是說 其實有時候就是 不要說 被吃豆腐不吃豆腐 我覺得 很拒絕 你聽懂嗎 我的預告都在前面 我下一個 我送給元大投信 我送給群益的 發行的人 給他們禮物好不好 你們下一檔找得到可以8塊錢的 便宜一點的 8塊錢的 便宜一點的 然後越來越配的 美債ETF 現在有公司在嘛對不對 有 還沒有美債ETF 趕快去發行 好不好 月配的 月配的 不要說我沒說 有聽到了 月配的 落8型還會馬上1000億 他們就賺管理費嘛 好不好 對 不要小氣 你們誰聽得懂 誰願意相信我郭哲 誰願意相信我郭哲 那就OK 其實我跟你說真的 我常常都在節目上 也跟同業講怎麼賺單分醫師 聽得進去都會幫助很多 聽不進去我沒有辦法 我其實這幾天我是很開心很難過 就像我講的 就我所知 之前不是我摩爾有一批人嗎 我二十幾個人去 去別家 現在 聽說 這業界都知道 可能做不好 為什麼 人都跑光光了 我講這事實 業界都知道我在講哪一點 知道 可是我不是要去攻擊他 我講的事實是 管理本來就是很細節 包含管理一個研究團隊 一個事情不對就不對 大家覺得我好像很簡單很輕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就像一個 慢速在 滑行的 鴨子 你看起來很有優雅 可是下面我在滑水 你懂不懂意思 像很多人你知道嗎 我也很討厭我在節目上罵你 你知道很多人到現在 連我媽媽還 你幹嘛對Coco那麼兇 媽媽 我說 我也沒辦法 我沒辦法控制我 因為我講了54 如果一個人講54 公司每個人 每天丟個問題給我 我瘋掉了 真的你要替我想 而且這種東西是不能出錯的 如果我跟Coco 如果你現在Coco是你現在是我助理 我跟你講說某個會員 買那個星星 3037的星星 你去買那個 航運股的星星 我會氣死 會 會啦 幸好最近的星星 都攢了 是 可是會氣死 會 那這是不是初心 是 對不對 星星變初心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多彈被嘎兩百 你這個要找期貨 這個可能要參加我們期貨員 好不好 我今天兜兜唯一 雖然我知道他壓低 他壓得比我想那麼低 我講實在話 好不好 OK嗎 這跟大家講 其他投 其他投資長看 什麼投資長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人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這個邏輯希望問大家 我就問為什麼可以那麼準 謝謝大家好不好 4000星星可以做單充 有沒有好厲害喔 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都可以講啊 是不是 明天生效調整權重 是否有機會再往下 我跟你講一件事 現在MSCI很難抓 那個寶貝也不知道 寶貝也不知道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都預告在前面 來 跟大家講 新書哪裡可以買 7月 7月 大月的演講 所以到時候 簽書會 預期7月 已經寫了一年 寫了兩年了 寫了很假喔 第一個我很忙 第二個我很龜毛 所以你一定要買 因為 應該 會 會出書的 應該可能出第二本書 可能下輩子 賺那個錢 辛苦錢你知道嗎 因為我說實話 因為我會員太多了 對我來說這個叫辛苦錢 對不起 講話 很臭屁 可是會員太多了 出書是辛苦錢 好不好 我沒有時間去出這個 好不好 來好 所以謝謝大家 這是還會經常美債 我跟你講 你們來一件事 很多人我看到網路上 比如說你看別的 比如說別的財經研磨講的美債 我被套牢了 美債他很神奇 因為股票拉上去 我從頭到尾你的邏輯就錯誤了 對 你要把銀行定存的錢 你最穩健的錢 或銀行保單這些 去買美債 你就不會難過了 對 你放的那個地方很穩 很穩 活存嗎 你放銀行的錢 或銀行定存錢 這些錢很穩的 你也不會動的 然後利率低於4%了 可是你又很怕死了 這些錢 這些錢你很怕死 你不是不行 我有風險 你不能這些錢 不能失去了 你不能本都失去了 這些錢拿去買美債 通通買 你有多少定存 你有多少存 通通買 這樣你就不會覺得煩了 你相信我三年內 你又愛上我郭哲隆 有多少有多少 我知道這很多大老闆人看我節目 有1億買1億 有10億錢你買10億 三年後你會當我 還是會 你不一定要當我分析師 你只要 你不一定要當我會員 你只要 記得來這件事就好 按讚 好不好 按讚 然後有控PTT 大老闆應該有些大老闆不一定會上PTT 按讚 然後 幫我留言一下 留言 然後說哲哲這種搬送你很多 這樣就夠了 你知道一群人是願意花錢在我身上 有一群人就是 大家就是沒有關係 大家當好朋友 你當我粉絲就好 人在做天台抗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希望 我是用一輩子的時間來證明我愛各位 不是我嘴巴說 我真的不要你只是看我三天節目 你就參加我會員 拜託不要這樣子 你還不認識我 不要馬上來提親 好不好 你真的覺得我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因為事風之下 人心不古 我看了有些節目 很好笑 明明 我看他的股票明明在出貨給人家 還說有些老師會出貨 喔 看 所以我已經教你怎麼去騙別這些東西 第一個要分析執照 第二個你那個量小股票 一直在講量小股票 他量小股票特別還會攢 你真的不要開心 好不好 真的不要開心 真的 偶依為之 我沒有證據 如果他常常就是很小的股票 反正特別會飆 你自己要小心 好不好 不要特別開心 為什麼 我講一個東西就好了 關年零50就好了 關2330台積電 今年攢多少 你為什麼一定要找那種 名不見金賺的股票才能賺 台積電那時候400塊有講到現在 今天8月38元大跌嗎 還是賺一倍 是啊 沒有錯嗎 沒錯 所以你去想看人家怎麼的意思好不好 這919 真的很開心 再去想一下哪個分析師 這金城儀嘛對不對 哪個分析師昨天12點 欸 你現在是我畫這一條線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問你哪個 昨天哪個老師知道 剛好12點都拉 然後剛好0.0919成分股 只有投資長 欸 只有我 所以今天公開簡訊 你看一下 恭喜什麼 好 恭喜 5508永信劍 股價逆勢 上漲3%多 不只納入 00919成分股 還納入 MSCI 全球小型指數 手上十股 獲利虛報 OK 你就 你都已經念黑色 就全部把它念完吧 好 持續看好他 好 來 世界先進 好 5月30號 今天的簡訊 恭喜 5347事件 股價逆勢上漲5%多 準備再創兩年多新高 我們多次買進 最高已經大賺超過42% 手上十股 獲利虛報 我水吧 水啊 我水 真的漂亮 而且世界先進 昨天也賺錢 還有昨天簡訊 真的賺不完 真的賺不完 賺滿滿 這兩天真的賺很多 好不好 私藥沒給我昨天 沒關係 我來給你看 昨天 你看 怎麼樣 這樣拉 夠不漂亮 漂亮 昨天也漲今天也漲 也漲 5508 欸看不出來這大盤會回檔嘛對不對 看不出來 有人先生也拉起來了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漲 你知道嗎 我不去私藥化 不去毛毛泡 我還是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漲停板 照理說 訂閱人數 點閱率應該是比我多啊 為什麼是我點閱率最高呢 為什麼很多人都漲停板 他卻沒有一個真正的邏輯 而是 可能是用 私藥化毛毛泡 射箭的方式 你要看清楚怎麼要先射箭再畫吧 我先決定漲停板股票 我再編個故事告訴你 為什麼他漲停板 聽懂嗎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行銷而已 你要識破他 你就知道誰是真正的有人力的分析 為什麼 全台灣幾百位分析 其實只有我一眼看到 都12點 馬上聯想利益 這個要新增成分股 我們這個可以吃這個豆腐 你懂嗎 我那時候我也跟你講 九四頂筆也好 我也 九一九一好 其實我不一定每次吃豆腐 都可以賺錢 可是我只要吃對了 我可以賺一大筆 是的 本來股市就是這樣子 你也不用因為之前我每次吃到豆腐 嘖嘖 否定了嘖嘖 其實我都是馬上每一次的成功失敗 我攤開在你面前 我告訴你 我有沒有能力 好不好 你想清楚 今天我有起貨的問題 你都可以來進洽群 080-06-080-85 那不好意思 逆轉321轉換 結束了 玩意我們很可愛 因為我的助理們 他就跟我們講說 投資長昨天 9點多 9點半一堆電話 10點後一通電話都沒有了 我很乖 然後就說10點截止 就很乖 所以不好意思 沒有專案 可是沒有關係 最優惠的專案是什麼 是還沒有標的標股 好不好 如果這檔股票以後可以變100塊 現在80塊 不是打八折嗎 是 所以不論對我做我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我們中產休息的時候 歡迎來一下 請080-06-080-85 或者加我LINE 最主要是LINE 我可能要抵制他 可能LINE的高層人看我節目 我不管 哪有 一個月都說5-60萬 然後就會 私底下一對一 我能10幾萬 10幾萬的 然後丟個訊息 一天丟個 丟個一兩百可能就要封鎖 你聽懂嗎 所以我可能用TG TG免錢的 好不好 TG免錢的 所以你要盡量用TG TG之前有一些問題 現在問題就解決了 好不好 所以TG還蠻好用的 一定要加TG 要加LINE 先加LINE以後再加TG 很簡單 點我節目標題 下面都有一些敘述說明 都可以加入我的LINE 拜託你要加我LINE 一定要加我TG 一定要加我TG 要還來電下去 080-06-080-85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因為明天就MSCI 新增成分股 28檔 那這些28檔 這些股票怎麼看 包含永信建設 怎麼看 還有00919 新增成分股 8個交易日 換句話說明天 還有到下禮拜 5 6個交易日 這些00919 這12檔成分股怎麼看 其中有沒有你的標股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00919新增的成分股當中 還有哪些是還有機會的呢 以及MSCI 在明天就調整了 這28檔股票 投掌又怎麼看呢 有請投資長 不錯 漏漏短一個問題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覺得永信建設 明天有拉起來 因為 你看 2348有沒有 海月 今天也拉了 這代銷的有沒有 漲停 那這個是MSCI的 新增小型成分股 所以 營建股明天可能復活 而且你看 那個 你看099對不對 對 他除了永信建有沒有 還有滑顧 喔 滑顧那時候也是我們的 好像919來90成分股有沒有 有 預告前面 然後 殘忠環的時候也是預測在940裡面 來 一開始預測在940裡面 是 滑顧 永信建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滑顧永信建 所以基本上有 兩檔 甚至三檔 是MSCI成分股 也是什麼 也還有 或者是 或者是 那個099的成分股 所以明天有機會 因為 營建股拉喔 我先講明天這個族群營建股就會拉喔 因為5508如果明天有信息再拉起來 你一定要 這個殖利率會不會太高 這樣殖利率還有5-6% 其實不高 殖利率很高 不要擔心好不好 好滑顧看一下 滑顧 沒有點名就比較 普通一點 你看 可是你看還是漲啊 還是你919成分股啊 所以營建族群明天怎麼樣 有機會 憑建不能移 營建不能移喔 明天營建那股你的眼觀不能移走喔 好不好 好喔 記起來這個梗喔 不能移開不能走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明天營建族群有機會 可是 我覺得就是我的這些股票啦 好不好 長華 盛輝也有 5536明天是MSI 5536今天也拉嘛 536怎麼說盛輝有 我看一下412 因為這個線型不錯啦 這是小型股 那看來看去我還是覺得 5508 最漂亮 最漂亮啦 又MSI又什麼 又是 001919 又001919 真的啦 真的啦 好好好 不是我刻意要特攻自己的股票啦 好不好 好這跟大家講 我都講在前面 都講在前面 那我們還是看一些比較 弱勢的股票好不好 一些我們愛的股票 不要講暫停也無聊 偉串你看今天偉串不是那個 股東會兼法縮會嗎 我都開玩笑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那個法縮會了一樣 好不好 現金鼓勵2.6元 林憲民說 還有什麼 成長空間 他們成長空間 是不是 哎呦 要增加我們高麻利的產品限成品值 可能AI伺服器啦 是不是 我會努力啦 不然大家覺得殖利率太低了有沒有 好 那今天資源又有新聞拿來看一下看一下 哎 等一下 先講聯電的基礎限 你怎麼看 我說老實話 聯電我寧願你去追高 說說說 委創謝謝你喔 委創我寧願你去追高 130追高 這邊你就先看看吧 好不好 我寧願追高 有些股票一定要寧願去追高 會比較好 記得一句話 有些股票寧願追高 就是這種 什麼叫股票寧願追高 我教你基礎限期 打底一陣子的時候 我寧願追高 為什麼 因為他有時候打底會打底多久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一年都有 所以你去追高 追高至少換來的時候你不用等啦 你懂不懂 懂嗎 這個跟他 少賺一點 可是最高 可以換來你不用等好不好 3035資源有沒有 這個也要噴出去的 不是打底很漂亮喔 齁 來來來看一下 這資源的新聞來來 搶AI材有沒有看到 這個也是股東會啦 有沒有看到 有 ASIC的衝先進製程有沒有看到 已經衝到14nm的AI 這些相關的一些開案 好不好 這個新聞 重點是 看新聞以後對不對 重點是什麼 有些人看不懂 其實你也不用看懂 我現在有個最簡單好不好 好 因為有些分析師也不一定看懂 我順便教其他分析師也可以 因為很多人看我們節目 看到這個新聞出現以後 你不知道利多利空 看股價 他已經連續三天四天在拉了 所以他是展針的這一波 好不好 他是展針的這一波 明天 明天那個資源也有機會喔 怎麼樣 拉起來 因為我印象中好像金利科也是 小型 是不是 MSI小型股是不是 你不知道對不對 不記得了 不記得沒關係 直接跟我講 那我們看一下 貨天德來看一下 等一下 我請助理看有沒有 給我昨天的 沒有沒有辦法 請那個四瑤馬上給我一下 那個 MSI新增成分股的28檔 28檔 好不好 看一下 來 慢慢就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那我們還是在在等待的時候 先看簡訊好不好 好 有意見勝嘛 昨天7%嘛對不對 是的 今天又漲3%嘛 看起來都不像 台灣股市這兩天跌很多 跌了500點 有 然後五三四一 事業先進 這兩天看起來是漲500點 一個漲8% 一個漲5% 所以你看 吃豆腐吃的光明正大 而且吃豆腐吃的怎麼樣 吃豆腐吃的大家也開心 大家開心 投信也開心 投顧也開心 大家都開心 投信經濟的人也開心 投顧分支 我們也開心 是不是 是 你們都選基優谷 是共襄盛局 你知道 哲哲為什麼 不去跟 主力配合嗎 我常常跟那些年輕人講過件事 我說第一個 你跟主力配合你睡得好 睡不好 我睡不好 有些人是可以睡得好 或有些人沒關係 他頂著走險 睡不好照樣賺那個錢 我覺得我睡不好 第二個我覺得 我們啊 我會變惡性循環 我們要好好操作 所以這種事都不用想的 就是我 我盜著兩隻米 去做這件事情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有些人也說他不屑 他盜著做這種事 所以不要只聽我講 我只是覺得很好笑的是 怎麼會想要去跟 主力配合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個這個主力要不賣掉你才行 賣掉你到時候你也被出貨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主力要夠力 他願意搬你 不夠力的主力 你也沒用 你只能買1000張2000張要幹嘛 那想了想去 那這個你又找不到 你也沒門路 那不如就不要想了 即使我也不懂 為什麼想不通 有些人會想這些東西 你懂不懂 還是主動 有些人會主動去找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你去看一下 我希望我用一輩子的時間證明 我的股票就是 有價有量 我的股票會有我特別獨有的邏輯 為什麼只有我 可以看到12點極拉 然後就知道 哇這919 而且還知道這是個ETF 還不是什麼ETF 那你看這麼多盤中連線 你盤中花那麼多時間要幹什麼 然後看一大堆下午的節目 那就這樣 這就這樣 我也不懂為什麼CPI 我講一年多了 才有人開始在乎 對 然後美國華爾街都已經在討論了 是我討論半年後 華爾街一直討論CPI 然後通膨的數據 不覺得很好笑嗎 因為他們連最簡單 他們都要想很久 所以這更顯得出來 我跟別人差別 但是這不代表我每一次的獲利 都一定獲利 可是我只好可以跟你講 我跟別人不同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的 所以這慢慢跟大家講一下股票 那我覺得你今天有些股票拉回你可以買了 比如說像微星 我覺得拉回你可以買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微星 微星在哪邊 2377 好不好 這拉回可以買 微星也是這樣 你看打底很久以後 我拉回 是要提醒我一下微星拉回我要想再買 好不好 明天問我一下 我還是跟我助理講一下 邊透過節目邊跟他溝通一下 好不好 2303聯電 好不好 這個也不用擔心 只是世界先進有919的 概念嘛 是不是 這個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919為什麼世界很漂亮 我說它最高177元 那時候我說 77塊買而已 很划算 現在已經變106元了 都賺450% 你真的不覺得很誇張嗎 對不對 說到還有得得最強的是什麼 是航運股 2615含運股 明天你不要說沒有表 2609雅民都在漲 今天大盤不是弱嗎 為什麼它都漲 為什麼 因為胃孕架才是王道啊 明天要公佈了 明天要公佈 那你覺得明天要公佈又漲 會不會有人都先知道 會 怎麼巧那天好像殘龍 噴出地一根而已 台華就進去了 業界幹嘛知道 那你覺得現在在漲 是不是業界都知道 沒關係 業界的人先知道 你第二個知道也可以賺到錢 你不要最後一個知道 對 不要最後一個 你不要早知道晚知道 或者 最後是不知道 不知道就來找褶褶我好不好 所以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你去想一下 為什麼 有分析是像我一樣 真的要在看一次重播 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你去想一下 我跟別人差別好不好 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看一下 真的看一下 為什麼有一個分析在昨天給你那麼臭屁 你看那個表情 這表情臭不臭屁 這幾檔都是 來 到時候會重播 到時候會重播 那個5347世界先進 還有那個 5508永信建設 還有2451創建 還有那個 金城銀 2809金城銀 還有 國票金 這五檔裡面 至少會有四檔以上 甚至五檔 全部列入00919的 新增成分股 到時候會重播 我有自信 都蛇 我不要用臭屁人這樣子 投資長 真的 我的臭屁來自於 我的自信來自於我比誰都努力 好不好 你要記得這一句話 我的自信來自於我比誰都努力 所以這些 今天 不論是 事件先進年續兩天拉 永信建設年續兩天拉 有沒有 昨天12點都拉 只有我識破這些東西 所以我是可以識破很多的邏輯 那你在下一次大桌頭 或是大空頭的時候 再賺他 他一大別 大空頭又賺了 上去可以賺 下去也可以賺 所以這個不論對我錯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結算完畢了 外資壯了 他該賺的錢 接下來就是有機會拉起來了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明天MCI 效應 我覺得是偏多 積極偏多 很多新增成分股 28檔 還有00919 也在持續調整 我們世界先進 我們的永信建設 還有機會持續噴出 長榮款當然也有機會 長榮款也是高值率的股票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去想看你要持續調分股 歡迎來 08068085 或者加我 甚至加我 私訊我 告訴我 這車 我要加入會員 我賺錢需求 我也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謝各位 投資長 看得見我們看不見的未來 如果你也想要像我們 吉小央這麼好的話 看得到投資長看得到的未來的話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ine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ine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regrine 我們的LINE跟Teregrine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